一根一樹有玄機 一字一句說古今 國民漢字須知 帶你一起學漢字 學好字 我是丁靜怡 首先要歡迎的是每個星期 到我們認識很多漢字 學很多好字 才不會用錯字的國學專家 蘇建舟 蘇老師好 大家好 好 還有每個星期呢 帶來很多考題 要跟蘇老師一起聯手 來考考來賓的國文漢老師 達琳歡迎 大家好 我是達琳 好 那今天要跟我們 一起來聊聊寶特瓶 律史上的兩位 他們都是非常傑出的新二代 讓我們先來歡迎曾志豪 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曾志豪 我又來啦 志豪算是老同學 但他這次的新夥伴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林英偉 歡迎 主持人好 老師好 達琳好 我是林英偉 嗨 好 兩位 在談這個寶特瓶律史上 找字 學字的過程 待會兒我們就來一分告下 但說到寶特瓶喔 我必須要說 根據行政院環保署的統計 我們每一年在台灣 光只是在台灣 我們就會用掉 45億支的寶特瓶這麼多 也就是說呢 其實每天都會產生出 一千兩百多萬支的寶特瓶 這用量之龐大 而且你知道嗎 我覺得因為我們現在都在講 環保減速 其實兩位今天都要介紹一下 你們都有一些法寶跟小撇步 來告訴大家怎麼減速 對不對 對 太好了 來 因為有時候你覺得麻煩 你就會去便利商店買那種 瓶裝的那種寶特瓶 可是就是會製造垃圾 所以就是我現在都盡量 每天就是帶這種東西出門 對對對 像我看最好的話是 像我的話就是 隨身就要帶這個保溫瓶 你喜歡喝溫水是不是 其實就是因為它可以一直重複使用 然後我個人使用又乾淨 而且像帶這種小的保溫杯 出門的好處就是 因為有一些店家 他們其實也在提倡環保 對 所以呢只要用自己的保溫杯 裝他們可以省錢 喝咖啡 可以減五塊啊 差蠻多的東西還蠻好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也蠻感謝這些店家的 已經有開始有環保意識 大家一起來 一起做對不對 好 那既然我們剛剛講了 不可避免的 寶特瓶就是有這麼多 但其實你知道嗎 寶特瓶它也可以變成 寶特瓶 今天馬丁跟彩儀又帶我們來看看 寶特瓶怎麼樣可以變成寶藏 長寶庫又在哪裡呢 馬丁 彩儀帶我們去看 彩儀啊 今天我們就是來尋寶之旅 你知道嗎 這邊的寶藏每一年高到一千三百五十億 就藏在這裡 哇 這邊有這麼高價的寶藏 趕快去找啊 不然就被人家搶走了 走走走走 來到台北的慈濟內湖園區 當初在規劃設計時候 就本著環保工藝的設計 保留當地原始的領地 做到高規格的環境保護 在園區裡規劃很多的空間 有金氏書宣 回收教育站 還有環保教育中心 提供大家在這裡 學習環保一起成長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 這裡有很多很多的寶藏喔 馬丁 嗯哼 寶藏咧 我看來看去都是寶特瓶耶 這寫就是寶藏啊 嗯 欸台灣每一年有四十五一支的寶特瓶 平均一瓶大概三十元 這樣子算起來 就差不多有一千三百五十一耶 那麼多 嗯 可是 我就是看不出來它是寶藏啊 它明明就是垃圾 為什麼你一直說它是寶藏 等一下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把它叫成寶藏 哦 嗯我們趕快去加入我們的織工行列吧 好 在慈濟內湖環保園區裡 每天回收大約兩萬支的寶特瓶 為了讓這些瓶子能夠再利用 此際環保職工 不分日夜投入垃圾變成環境的工作 以寶特瓶為例 需將瓶蓋和瓶酸分離 PP材質的瓶蓋可以作為輪子的再生原料 而PET的瓶酸送到專業工廠經過清洗 去除包裝 分色 然後還原成方製品的原料 大家可曾想過 拿起一瓶飲料是如此容易 可是廢棄後 竟然要這麼多的職工協助傷後 才不會造成環境的污染 真的好多寶特瓶喔 嗯真的 你知道嗎 寶特瓶啊 它是千年都不會被分解的東西 好可怕 而且台灣每年使用的量 多達45億支 這都可以堆滿三座101大樓了 三座101 你不覺得這個量很驚人嗎 對 所以其實這寶特瓶 沒有再去回收利用 這直接變垃圾耶 直接堆在台灣的土地上 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真的很可怕耶 從你我做起 而且不只是包特瓶 咱現在還會帶自己的水溫杯 很不錯喔 來…我們繼續 繼續分類啊 把它做完 天啊 真的好佩服這邊的志工朋友喔 他們把我們回收來的寶特瓶 這樣分類 真的耶 很辛苦 而且這些寶特瓶回收啊 我也是想要了解 回這個字 回這個字 我們通常都會用在 回收啊 或是回收啊 而且這個字結構滿簡單的 但是它到底什麼意思 我還真的不太了解耶 這個就交給我們 專業的蘇老師 哇 你看如果資源回收 然後再利用 寶特瓶也可以變寶藏 甚至呢 還有一些小東西 如果丟了 其實你可以想辦法 它是有再利用的功能喔 今天志豪就要跟我們分享 對不對 今天要講這個東西就厲害了 是我們隨手可得的東西 什麼 像我們常常會出國的時候 對 我們會帶一些比如說 洗髮精 對 平平罐罐 是不是不環保 對 那今天呢 我教大家 請你把這個吸管 用剪到結 結段好幾結 對 那你結段之後 比如說我今天要出國 比如說要兩天 我就把兩天的量 用在這個吸管裡面 這吸管剪好之後 用那個女生用的那個 夾離子燙的離子架 把它夾起來 就會變成這樣子 就有封口了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我有興趣 這個跟大家介紹 像這種的吸管是只做的 是 很飽多 指吸管 那我們常常 女生或男生 我們出去會有一些配件 項鍊 對 然後我們是不是要帶 女人當很多盒子去裝 對啊 而且還會打結 你知道嗎 你今天就把項鍊 直接裝在這個吸管裡面 這樣子 很明顯 今天這條是什麼 好幾條 就那十個吸管 而且不會打結 我不會打結 完全不會 你看這樣怎麼打結 不會打結 這個不錯 這好方便 而且你就放在一個小小的盒子裡面 就可以裝你任何這個 有關周邊的任何東西 唉唷 厲害喔 心很細耶 志豪 這邊已經是暖男 真的 暖男來著 信義區暖男 有信義區暖男 所以這邊 那個銀衛才女 有沒有 其他的idea 你覺得也可以做到環保 其實我本身的環保 就是我很認真的在做垃圾分類這件事 這也很重要 就是我家會有很多那種很大的垃圾桶 對 然後每個垃圾桶大家都有不同的功能 如果自己在家裡垃圾先分類好的話 這樣子 就是另外一端的人 他們處理的作業也會比較輕鬆 沒錯 而且真的會比較緩化 而且因為地球只有一個 對啦 我們現在做好了 以後我們後代的自治孫孫 才可以繼續居住下去 沒錯 不然以後他們要住哪裡 對 所以我們從自身做起 然後再來教育我們的孩子下一代 對不對 好 所以我覺得今天很棒 大家都有自己的idea 然後有愛地球的一些行為 都是資源回收再利用這樣一個概念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講到回收的回 回家 對不對 那既然是回 你有沒有想到 好像一直在繞圈圈一樣 就像 反回回城 對不對 所以就有一個這樣的意涵 但是因為我知道 其實這個古文字是非常精彩的 但是 我們要先來考考兩位 同學對回的認識 我們待會再來好好的研究回這個字 來 達琳先出題 好 馬上用回這個字 來考考兩位同學的國文能力 我們來看選項有 1. 回可以表示尖邪 現在好像沒有這樣用 但是古代會不會有呢 2. 回可以表示改變 來回啊 3. 回字有兩個口 是不是就是外面一個口 裡面一個口咧 最後一個4. 回表示前進 我個人覺得來來回回 就不會前進了耶 請做答 哎唷 至豪你真的是光速般的做好 Jodan 23號 不是啦 喔 這麼怪 不是 因為我覺得回改變 回心轉意 欸 欸 對不對 那剛我就說了 回有兩個口 對 依我的國文程度 我覺得大概就是兩個答案 因為前進也不太對 喔 欸 可是我們說回家 回家 你往你家的方向前進 可是說不定加了 我只是想到回家 所以 對 所以有放四 很難說耶 你放四喔 所以你有四 然後你有三 你們都覺得有兩個口 好 沒問題 都有2 來 好的 我們的舊同學選了2 回可以表示改變 以及3 回字有兩個口 而我們的新同學呢 因為他多選了4 他覺得回又表示前進 那你誰比較高分呢 一起看看正確解答 正確解答就是我們的 1跟2 所以舊同學50分 新同學25分 蛤 怎麼看 差這麼多 大家錯誤一點 低分 沒有人及格 所以回這個字 老師趕緊講解一下 好 我們從它吸收進入開始寫 你看它像一個什麼 像一個繞圈圈的樣子 對 一種迴旋的感覺 是 迴旋 然後到戰國的時候 它變成兩個迴旋 嗯 裡面一個 然後外面又一個 然後這個鞋板延續到我們現在 對 所以我們現在看起來是兩個口 現在是兩個迴旋 兩個迴旋 所以它是迴旋 它不是口 它跟嘴巴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哦 你看我們今天 你比說今天我們步手歸步 你知道回歸什麼步嗎 回 不是口步 它是微步 微步 微步 就是外圍 外圍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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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總之跟口是無關 了解 沒錯 好 好 那我們說上週就這個時候的字型 像這個回環旋轉字型 嗯 叫回轉 嗯 那到戰國的時候的話 它出現兩個 環形的這種寫法 是 那流傳之境 嗯 所以這兩個圈是表示迴旋的意思 然後它的本音就是所謂的旋轉 是 那這個用法跟我們現在寫這個回 很多都很相近 迂迴的回 很相近的 迴旋 迴旋 迴旋的回 就寫這個回 對 那你要寫這個回 當然也可以 也可以 好 那我們看一下回的幾個用法 好 第一個它就是所謂的 運轉跟旋轉的意思 一直轉的意思 那旋子提到說 它說水生則回 生了水它會有漩渦 對啊 那這回就漩渦的意思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 褚石裡面 背迴旋提到說 它說背迴旋是搖晦 什麼叫迴旋 就是旋轉的風 旋轉風也算 旋轉風 就像迴旋 對 好 然後它下一個用法 就稍微改變一下 我們剛剛說它是所謂的迴旋 迴旋 這個話你就想說 你往前走 然後轉回來 迴旋 迴旋 它就不是一直轉了 但它一樣是有所謂 回來的意思 對 就方向不運 第一個是轉好幾圈 對 第二個是只有轉一圈 然後這樣 有這樣子有點不太一樣 是 就是所謂的這種 調轉轉變 或是改變 我們是回手 去然後頭轉過來 回手 你不是說你頭一直轉 不是這個樣子 然後回過身 只是你身體轉這樣而已 是 回馬槍 回頭 往後刺 對 回心轉移 真的心力有所改變 所以它有改變的意思 那它之後就回來 往前去 然後回家了 所以是掉頭的意思 掉頭的意思 我們說回國 回家或一去不回 對 那王漢這個良舟詞 我們以前都讀書讀過 說罪過沙場 君莫笑 古來征戰 幾人回 幾人回來 回來 回家 然後它有所謂的 迴避跟避讓 那你看這個流向的心理 提到說 它說 外舉不避醜醜 內舉不回親戚 就是內舉不避親的意思 對我沒有聽過 這個回就迴避的意思 是 那到底什麼叫迴避啊 就所謂的 迴轉避開 好 然後下一個就是所謂的尖邪的意思 我們沒聽過的 這真的比較符一點 那這個其實也非常好懂 什麼叫尖 就是你做事 做事沒有很正直 迂迴 迂迴的意思啊 你不走直路 你這樣子走來走 走我們超小道來走 那個隱身為 所謂邪惡的意思 是這個道路 它是由所謂的迂迴 不止隱身而來的 了解了解了解 那蘇斯的這個文章提到說 他說我們應該要怎麼樣 把這個俊良的人 把他往上提拔 叫登俊良 登俊良 然後把這個拥迴的人 把他罷輸掉 把他排輸掉 拥迴就指邪惡的人 了解 他從那種走路不止的人 隱身而來 對 了解 是這樣子 好 所以呢 你看看 回呢 老師剛剛講了好多不同的用法 我這邊考考兩位 有沒有聽過 這是兩回式 不要混為一談 有 兩回式的回在這邊 是什麼意思 兩件式 兩件式 兩碼子 是 它是一個單位詞 它就會變成一個單位囉 對對對 好 所以回這個字 另外 我們經常會把回跟歸 一起用 回歸 對不對 好 我們講回歸自然 但是呢 講到 我們剛剛回的意思懂了 歸 歸去來西 對不對 好像也有一種反回的感覺 對 你們贊同嗎 我覺得歸也算是一個 像妳說的是返回一個歸宿 一個 好像就是回到一個原點 對 回歸嘛 回歸 回歸 那因為妳覺得 回歸 回就等於歸 歸就等於回嗎 有點像 歸人 也是回來的 當歸 當歸也是 哦呦 所以妳們都很認同 回跟歸 其實是差不多的意思 我覺得差不多的意思 是 只是 為什麼 我們把它放在一起用的時候 我們覺得它是差不多 但是也許分開是不是會又有不同層次的意涵在裡頭 老師 歸這個字好像有古文字可以看哦 對 這個是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它就是它甲骨的寫法 那這個是跟我們現在寫的這個字差在哪裡 大家看得出來嗎 下面 就是這一段 對 就差在那個直旁 嗯 我們後來這裡多一個直旁 以前沒有直 對 這個地方就是它 右邊就是一個哨肘的那個肘 是 那這個是為什麼可以代表回來 或是它本來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我們現在寫詩 老師的詩的左邊那個點吧 對 那本來是代表軍隊的意思 對 所以歸本來是指什麼 只說軍隊回來 這它本來的意思 跟軍隊有關 軍隊回來 好 那我們說這個是左邊從對 對的話就是古代的這個詩啊 詩就表示軍隊的意思 了解 那之前表示說歸詩 就軍隊回來的意思 是返回的軍隊 後來就擴大為止一切的回來 比如說返歸 返回或歸返 好 那我們看一下幾個用法 大家想歸有什麼特點 它就是比如說你去外地 對 然後回到你的故鄉 回到原點 回到原點 那就是歸這個詩衣的特點 對 詩衣特點在於說你離開某地 然後經過了或長或短的滯留 然後再回到你故地 原本的地方 原本的地方 就是歸它最大的一個詩衣特點 了解 所以歸的重點 我們剛剛說它故地嘛 所以重點一般是什麼 重點一般就是所謂的家 是 或是你的故國 或是你的故鄉等等 長期居住的地方 或是你所向往的地方 就是歸 像家裡啦 故鄉啦 是啊 所以我們就有個詩叫做歸宿 你看 歸宿都回到你本來的家 歸宿 原本的家 還有個詩叫做完璧歸兆 什麼意思 是因為這個壁本來是造國的 原本的 是要還給造國的 是造國的 所以它就歸兆 那我們看李白的這個作品提到說 他說長安如夢里 何日是歸期 何日是我可以回到長安的時間 長安一樣是他的故鄉 這樣講就非常有遇事 然後他可以指古代子女史出嫁 比如說世金周南陶瑤提到說 他說資子於歸 宜齊世家 那我這樣講到已經感到很奇怪 我剛不是說歸的話 一定是指說回到家 對啊 那怎麼會用歸啊 對啊 大家知道什麼原因嗎 不知道 因為古代想說你嫁出去 就是以男生的家當中你嫁 你嫁 所以就是歸去他們家 對 他們家就是你家 因為你隨夫姓了 那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夫嫁就是你的家 是的 就這個道理 那我剛說出嫁叫做歸 那嫁怎麼去理解它呢 大家有沒有聽過什麼 這嫁就是女出嫁叫做嫁 女生從家裡離開 這個就是這樣 嫁出去了 所以他角度是不同的 了解 然後他可以指依附 或指趨向 怎麼理解它 它是去到你心靈的終點 所以一樣跟終點有關 了解 所以這個地方是你心中想去的 是 其實它有所謂的依附跟趨向的意思 我們說眾望所歸 這個人是大家心中所嚮往的人 對 然後殊土同歸 這個歸都所謂終點的意思 回到了終點 依附它 然後大家都回到終點 那就大家就併在一起了 那就所謂合併的意思 句話合併 比如說歸併 總歸一句話 然後把這個書把它歸在一起 歸類 你有去 而且我覺得剛剛老師 特別把古文字調出來之後 我們就會發現說 回歸這兩個字 雖然我們經常有 對 但你從古文字來看 一個有漩渦有沒有 對 另外是軍隊喔 對不對 所以說呢 雖然我們現在看 看似意思相同 可是從古文字來看 它的原意 出發點是不一樣的 所以加深了印象 回跟歸的不同之後 我們就要來考考看了 剛剛回考得有點慘 不忍睹 25分跟50分 相當的稀慘 很慘 能不能搬回顏面 我們來看這次複習考 把剛剛大家聽老師說的 點頭如搗蒜的部分 融合在你的答案裡頭 看誰可以答100分 好的 來達琳請出題 老師剛剛講得好認真喔 你有沒有笑話完成咧 我們來看選項有哪些呢 1.龜可以表示聚合 2.龜的終點通常是故鄉 這個老師剛剛好像都有說喔 3.龜可以表示藥材 很前面很前面的時候 我們有講 但是老師剛剛有說嗎 最後一個 4.龜與駕的目的地相同 好好思考啦 作答 第四個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嗯 叫文言文 對啊 目的地相同 目的地喔 那龜是去哪裡 老公家 那嫁呢 娘家 嫁出去 嫁出去 從家嫁出去對不對 嫁去哪裡 嫁假假假假 嫁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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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龜去哪裡 嗯來 所以是有沒有 3秒鐘給因為思考的時間 算了不改 就這樣 差很多喔 所以 1.2跟1.2.3.4 我們來看看這一回合誰高分呢 這回合分數會差很多喔 因為我們的舊同學志豪選的是 1.2.3.4 全部都有 但是我們的銀位 他只有選 1.2 到底誰會最高分呢 一起看看正確解答是 正確解答是 1.2.4 所以兩個人 同分同分75分 喔 當歸的龜這個 沒有這個 因為我們剛剛沒有寫當歸可表示要財 對啊 剛剛沒有錯 陷入文字陷阱當中了 對啊 所以因為沒有選3 是對的 但是你又少選了4 所以最後你們居然是同分的 好嗎 好 目的地都是夫家 對 目的地都是夫家 都是夫家 我剛剛說這個所謂嫁這個字 是從家出去嘛 對 所以先有嫁然後才有歸 先有嫁 女生從家裡出去 嫁出去到夫家 嫁出去之後再回到男生家 到歸家嘛 目的地都是男生家 目的地都是男生家 都是夫家 OK 要多思考一下 好 沒關係 這一回合呢 不錯 他們在第二輪的考試裡面 得了同分 但待會還有兩個回合喔 我們先進入一家老師的 即時通時間 我們再回來找字 我們常說一個人 在京商失敗以後 有東山再起 那麼為什麼不說是 西山再起呢 東京時有一個人 名叫謝安 非常有才華 也是一位傑出了政治家 朝廷多次請他擔任高官 卻被他一一拒絕了 因為他不愛追求名氣和財富 於是帶著家人 隱居在現在浙江省的東山 雖然中途曾經在好友的 再三請求下 勉強到朝廷當了一個月的官 但之後又立刻辭職 返回東山 繼續過著隱居山林的悠閒生活 直到大將軍環溫聘請謝安 擔任掌管軍政的司馬一職時 他才破例答應再次出來當官 而他此次擔任官職 就為朝廷立下了不少功勞 並且一路當到了宰相 此後人們便把謝安從東山隱居 再次出來做官的事 稱為東山再起 後來人們便用東山再起來表示 再度出事或失敗後捲土重來 聽完老師的解釋 大家是不是對這個成語 更加印象深刻了呢 凡從先生的資料包都有小的意思 我底下舉例給大家看 第一個是牙籤的籤 大家都知道是小的竹子 小的木條 那金盤是小的金屬 就這麼簡單 接下來我們持續的在內湖慈濟園區 要來看一看 怎麼樣把這些寶特瓶 能夠變成寶物 這過程其實很療癒喔 我們請馬丁 蔡醫帶我們來看一看 尋寶的第二站來了 太療癒了 這有什麼塑膠的一粒一粒的 怎麼這麼可愛啊 可以在這邊看一整天 真的可以看一整天耶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是我們剛剛去回收的寶特瓶 是用作出來的 只要簡單幾個步驟 它就會變成這樣的原料喔 等我們繼續去尋寶好了 好 今天馬丁帶我來慈濟內湖園區 尋找寶藏 聽說在這園區裡面 有個把寶特瓶重新製造的 一條龍環保生產線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回收的寶特瓶如何變身成 環保生活用品 趕快來看看吧 小小的麻煩告訴我們 你們都是怎麼處理這些寶特瓶 讓它變成這樣的原料呢 好 我們這1號的寶特瓶 進入環保菩薩 從所有的塑膠瓶裡面 分色分類出來之後呢 我們切成瓶片 切成瓶片之後呢 進入這個照麗機 在高溫260攝氏度的情況之下 它會照麗出來 那這些粒子呢 經過這個抽濕機 一樣是加熱之後呢 就能夠抽濕 同時把它捲成沙 這個大一沙就是剛剛的瓶片池地 所以抽濕也成這個沙 那這個沙在工廠裡面呢 不管是瓶汁或針汁 甚至這個原編機呢 就可以支出我們的大愛環保機產品 欸 這個好方便喔 真的耶 真的好特別喔 欸 這個好像是 救災通常用的這個毛毯嘛 它也是寶特瓶做的嗎 是 這就是我們剛剛分類 回收回來的寶特瓶做成的 這一床的正在救災毛毯 哇 哇 好舒服喔 很暖和吧 對啊 欸 這個很棒耶 我很好奇啊 馬丁 你們在瑞典呢 也有做這樣子分類啊 環保這個東西嗎 喔 有啊 我們瑞典是非常環保的啊 其實我們分類垃圾啊 我們會分的非常的多 像我們會分比如說 有顏色啊 沒有顏色的玻璃瓶啊 然後軟的塑膠啊 硬的塑膠啊 很多的 我剛剛看到旁邊還有一些 像眼鏡啊 圍巾啊 這些東西也都是寶特瓶做出來的嗎 其實跟寶特瓶是有關係的 他們是毛毯的邊部 本來要被燒掉的 這個廢棄的東西 我們再一次把它回收 做成這些 所以呢 寶特瓶是他的阿公 毛毯是他的爸爸 哇 我們今天看到的東西 真的都是寶藏耶 因為它可以兼顧環保 然後也可以供給大家使用 看到回收寶特瓶啊 融化抽條厚的纖維 可以再做這些東西 很酷耶 不如我們就來研究 先這個字 先這個字比的話真的蠻多蠻複雜的耶 但是它的意思應該就是像是 細長 鮮長 應該就是這樣吧 這麼難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請我們專業的 蘇老師幫我們接的 先這個字的意思 好 建議手上拿的呢 就是我們慈濟所做的 我們的救災環保毛毯 哇 你知道我摸得真的好舒服 你沒有辦法想像到它的前身居然是寶特瓶 而且我覺得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既然我們的寶特瓶用量那麼大 大家雖然一邊在減少用量 但是又不能夠避免的一定會碰到 可是你看我們再生 我們再造再利用 對不對 我知道 至好你還有一些資訊要幫我補充 就是除了像毛毯 我們慈濟有毛毯 我自己也有收過慈濟的圍巾 還有衣服等等的 就你所知也還有 台灣用了很多這樣寶特瓶的回收 對 利用這樣的一個材質 做了很多我們想像都想像不到的東西 對 其實這個東西我覺得相當厲害 台灣把這個寶特瓶回收再利用製造了 讓這些世界盃足球隊的球隊的球衣 球褲 包含鞋子跟球 都是用寶特瓶再生利用做成的 鞋子跟球 這個已經是全世界專利 就台灣MIT的 好厲害 所以你看那些球員在世界盃踢球的時候 他們穿的一些衣服褲子都是台灣做的 都是用寶特瓶做的 所以我們要以台灣為驕傲 對啊 所以你知道我們寶特瓶真的不要亂丟 就像英文講的 你在回收的時候 你一定要好好的分類 對不對 洗淨 壓扁 這個都是我們隨手做的 然後瓶蓋一定要分開 我們隨手可以做的 我們後端工作人員 他可以減少很多的力氣程序 好 所以你看看 寶特瓶呢 在我們這個內湖茲基園區 我們找到了這個寶 對不對 尋寶 然後呢 我們也看到了寶藏如何 它再造再利用 那接下來我就要考考大家 我們剛才講到了 這裡居然有纖維 對不對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材質 鮮這個字我們知道 筆劃很多 因為剛剛啊 我剛好自己都默默的在寫 我跟他寫一下 他不是唸簽嗎 這個以前的話 是大家兩個都不分 那現在我們國內就只能夠讀正仙而已 這個印象就沒有了 好 我們在這邊先幫他正印一下 對 纖維的 纖細 纖維 纖細的纖 還有哪些解釋 我們先透過考題 來讓大家認識先這個字 好 馬上用先這個字來考考大家 我們來看選項有 一 先多形容顆粒微小 我們很常說先細啊 先瘦啊 是不是就是要選這個咧 二 先有寬容的意思 但是我們既然都已經說它先細了 有小小的意思 還有寬容嗎 還是古代會這樣用咧 三 先有令色的意思 感覺二跟三是相反的 是不是只能選一個啊 最後一個 四 先偏旁的字多有細微的意思 就是拿掉那個蜜 是不是所有看到這個 都是細微的意思呢 請作答 來看一下兩位的答案分別是 至豪一 四 喔 還有一個什麼纖維寶寶嗎 然後呢 來 銀位選三 四 其實我本來有選一 可是因為我就覺得像古代 沒有 看不到纖維嘛 沒有那麼先進的科技啊 所以哪有顆粒啊 他們不知道有那麼小的顆粒 好 但是你選了一個三 有令色之意 哇 這個是憑運器猜 憑感覺猜 看看古人應該會用這樣子 來形容一個人令色感覺啦 好 我們來看看這一回合 到底可以誰領先 好的 志豪選了 一 他覺得先多形容顆粒微小 以及四 他覺得由這個偏旁的字呢 多有細微的意思 而我們銀位選的不一樣喔 四一樣 但是他多選了三 他覺得先有令色的意思 到底有沒有呢 一起看看正確解答 正確解答是 三跟四 恭喜銀位一百分 值得五十分 真的是三跟四 這個厲害 我們雖然現在拿來講 纖維好像是小小的 可是的確啊 你看這古文字耶 古代哪有這麼先進的科技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但是真正的字意還有來由還是交給老師 其實大家都講完了 好厲害喔 講得非常好 老師 老師也還是要說一個 我能得可以輕鬆一次 太好了 老師喜歡這樣的學生 我們是猜的其實 對啊 但我們是猜的 第一個意思是所謂的小或是輕微 我們說先細或先成不然 那時候我們就說了嘛 先者細言 從密先生 然後我們說凡從先生的字的話 都有小的意思 我底下舉例給大家看 第一個是牙籤的籤 大家都知道是小的竹子 小的木條 對 那金盤是小的金屬 就這麼簡單 你看銳利的鐵器 那這個是我們所謂 殲滅的殲嗎 什麼叫殲滅 就全部殺光光 所以它有細模的意思 然後這個是 它獨成那個仙 它是指這種女生啊 它非常瘦弱 所以從女盤 你看從衣旁是什麼意思 很小的衣服 你看這樣多好理解 然後這個就是這個是 手非常的柔細 這個鮮鮮玉手 很鮮細 所以它也可以這樣寫 都可以的 鮮鮮玉手 是是是 然後剛剛靖里奇講的 都已經講對了 因為鮮的話它就不寬 對 不寬它就引申為所謂的 節儉跟令色 節儉跟令色 絕對不是寬的 它是非常細的 可以這樣引申出來 那觀眾提到說 所謂鮮色省用 以背積緊 鮮色這個是可以把它一起講 就非常令色 非常節儉的意思 是 是這樣 好 所以你看看喔 我們剛剛大家 你知道三個臭皮醬有沒有 大家一起組合起來 老師說 你們都有講到重點 對 其實廣義喔 對 至少就差在一點點 就是說 那你要想想古代的時候造字 那個時候的科技 我真的是對不起江東富老 沒關係 還有機會 因為還有機會 我們還有第三回合 對 我們在第二回合 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稍稍領先 所以第三回合 國文老師 我沒有對不起你 好開心喔 還有第三回合 就要來看看 到底誰 在第三單元 誰有認真聽 好 誰運氣好 好不好 我們先進入一個小單元 我們待會繼續再請馬丁 來帶我們腳趾 嗨 大家好 我是尋安 我是從哥倫比亞來的 我來台灣大概九個月了 我在這裡學中文 我常常反覆禁止 到底是客人或是個人 客跟客長相相似 要如何搞清楚呢 有一些漢字因為具有相同的部件 常常讓我外國學生們搞不清楚 像個跟客這兩個字就是 其實我們先從個這個字來看 個這個字出現呢 它的上半部 它是一個腳丫子 就是古人從外面回到居住的半穴居 所以下面這個孔呢 是一個在地平面以下的半穴居 那從這裡創造出來個 那慢慢的才衍生出每一個的意思 而客人的客就是利用個這個字 在創造的心字 而客跟個 它加上一個上面的面 也就是從上面 從外面來到房子內 那從外面來到屋內的是誰呢 那就是來做訪的客人 後來意識就繼續延伸 離開家鄉 漂流在外地的旅人 遊子 我們也可以叫做客 比如說唐朝詩人 玩為在9月9日 易山東兄弟 詩中的一句名句 獨在易鄉為易客 每逢佳節被詩親 易客就是在易鄉的客人 我常用一句話來指導學生 糾正學生的讀音跟式字 各位客人住在各樓層 各位客人來自各國 來我家做客 那個跟客 我們藉由這兩個句子的練習 我們就可以了解到個跟客的不同了 那各位外國同學 個跟客 我們知道怎麼區別了嗎 像這種骨架相支撐的形狀 我們把它立定為這個樣子 那如果你在這個字下面 再加上個落膀之後 就變成骨了 這是它的第一個意思 了解 那第二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它一樣圖成骨 就所有人說什麼叫骨 就替人漏自其骨 大愛感恩科技真的很厲害 為了環保盡心盡力 所以其實馬丁跟才藝 還有發現更多用環保再生 利用資源的綠色時尚 趕緊帶我們來看一看 尋寶距離第三站到了喔 這邊很多的新的包裝可以找喔 有什麼 旁邊你看 你猜猜看 這件衣服用幾支我們剛剛 回收的寶特瓶來做的呢 衣服竟然可以用回收來的寶特瓶 去做出來的耶 你剛剛問我幾支嗎我想 十支 錯 只有七支寶特瓶 就可以做一件衣服耶 七支而已 對 很誇張吧 真的 很酷 那這邊還有什麼寶藏呢 我們來看一看 好 走 來到這充滿寶藏的地方才發現 大愛感恩科技 在環保生活上盡心盡力 回收來的寶特瓶 在製作成衣服 毛毯 眼鏡或智慧塑料等用品 不斷研製創新 而且獲得國內外許多認證的肯定 將研發重新貢獻給社會人群 所以除了衣服之外 還有這麼多的產品 全部都是用寶特瓶做的嗎 沒錯 除了這麼多的產品以外 我們還有做一些嬰兒的衣服 還有國際智慧災的護衛船 那我現在你們看到的 那不知道你們還記得八仙塵報嗎 有 我們這件壓力衣呢 有跟陽光機器會合作呢 我們裡面有加了一些冰涼紗 那這些孩子們呢 穿起來很舒服又涼爽了 真的想不到這麼多的產品 我今天真的是大開眼界 這趟尋寶之旅真的收穫滿滿的 真的想不到千年沒有辦法分解的寶特瓶 可以做出這麼多產品 嗯 是不是 所以其實回收是非常的重要啊 把資源分滿別類 還可以做出這麼多的別的東西啊 對耶 今天我們就要來研究一下 別這個字 嗯 別這個字啊 像不像一個人哪一把刀 但是應該是這樣子的意思吧 還有別的意思嗎 嗯 還有別的意思 這個我們就是要抓給我們的專業蘇老師 幫我回答別這個字 還有什麼意思 你看 那個千年難以分解的寶特瓶 居然可以透過我們的巧手巧思 這樣一個環保的科技 讓它變成一件排汗衫 它後面還有寫喔 一件T恤等於十個寶特瓶 對啊 是不是 還有達琳手上拿的也是 對 我這一件也是 還有我旁邊這一個 對 不可思議 行李箱 行李箱 行李箱是寶特瓶 對啊 也是寶特瓶 所以你看 做好回收工作 分門別類 是 把它放好 好不好 好的 再來講到分門別類的別這個字 我們經常會講到 像說什麼 別離 對 還有什麼 別哭 有點制止的感覺 就是停了 不要 不要的意思 對不對 別人 別人 對不對 其實蠻多用法 別埋 別埋 別真的別對不對 別真 好 所以你看看別這個字啊 我們平常大家都會寫都會用 對 可是你看看旁邊是什麼不熟 為什麼居然是個刀子 刀布 到底這個字該怎麼看 我們當然是透過一個考試 也是最後一個考試 來看看誰能夠拿到今天的勝利 好嗎 好 好 看到我就知道考試來了 別緊張 我們來看有選項哪些 1 別跟分離有關係 我們剛剛都說了 別離啊 分別啊 2 別跟刮有關 我只看到他們兩個旁邊都有刀 但是他們有關係嗎 3 別跟骨頭有關係 嗯 我想到一句成語叫做骨肉別離 是這樣有關係嗎 最後一個 4 別表示不是正規的 請做答 來看看 兩位的解答分別是 1 2 3 還有 因為 1 2 4 有差了喔 1 2 3跟1 2 4 為什麼你覺得 來你的答案立起來 我們讓觀眾朋友們看一下 你覺得 2跟3都該選 然後4就別選了 我覺得跟挖這個 我覺得這蠻有關係 因為這些東西 在古人那個時候 可能他的用法 有用這個字去形容去講 所以我覺得是蠻有可能的 因為第一個 別別離分離 所以這是不用去想太多 那第四個答案我就以捨去法 所以我覺得是1 2 3 答案 好 既然兩位都是用直覺所選 那我看他們應該也很難說出個 所以然了 直接來看答案 來看誰的運氣比較好 這就是比運氣 是不是 不是 曹哥自豪選了 1 別跟別離有關係 分離有關係 2 別跟寡有關 還有3 別跟骨頭有關係 而我們贏位在3跟4這邊 他不一樣喔 他選了4 他覺得別表示不是正規的 到底最後一站誰比較高分 一起看看正確解答 正確解答是全選1 2 3 4 恭喜兩位同分同登75分 75分 你看好奇怪耶 選的不一樣 全選 對啊要全選 所以別表示不是正規的 分門別類 是這樣嗎 還是說 他是比較是旁邊一些些的 他不是主要的 是 旁邊的意思 另外的 旁邊嘛另外的嘛 那就不是正規的嘛 是啊 所以你看看答案是全選 但是老師我比較好奇的是 他現在跟寡有關係 也就是說 刀旁邊的這個字 其實就是寡而來的 既然如此 那我覺得老師 用個古文字來證明一下 為什麼跟寡有關係 透過古文字大家加深印賞老師 好 我們跟他做個說明 先從這個字開始講 他讀成寡 寡 那你後來加口旁之後 一樣讀成寡 一開始沒有那個口旁 他都這麼寫 那古文字寫成這樣 就像什麼 像這樣骨頭 一根一根疊在一起 很像耶 那後來才加上肉旁之後 就是我們現在寫的骨頭的骨 換句話說骨頭的骨頭 上面這個地方 就是寡 懂這個意思嗎 就是骨頭 下面就是肉 是 骨肉 那之前像這種骨架 相支撐的形狀 我們把它立定為這個樣子 那如果你在這個字下面 再加上肉旁之後 就變成骨了 是 這是他的第一個意思 了解 那第二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他一樣圖稱寡 這說文說什麼叫寡 就替人肉 自其骨 這個寡就是把肉刮掉 那就剩在骨頭而已 是這樣子 所以叫做 替人肉 自其骨 那就是剔除人肉 然後留下他的骨頭 這個是後來我們寫的這個樣子 寫成這個寡 我們說千刀萬果 總之 這個字啊 牽得到兩個字 一個是跟骨頭有關 另外一個字就是寡這個字 牽得到這兩個字 對 好 那我們看一下別的這個字怎麼變過來 一開始其實本來這麼寫 就他本來最早的寫法 你看這個字的寫法 你看這個字的寫法 就是他 一模一樣 他就是寡 後來才加上口旁之後 就變成這個寡 到後來這個是演變之後 才變成瘪 所以瘪的源頭其實就是寡 是這樣子 那其實寡跟瘪是有關的 那為什麼 寡就是切割 切割之後就分離了 分別分開了 所以兩個是有先後因果的關係 是有關係的 所以這問題就是說 這個瘪跟寡 他們的字型相同 然後詞也相近 對 那但是他們讀音不一樣 不同的意思 是這樣子 那我們把他幾個意思 跟他做個說明 好 第一個就是分剖 因為我們剛剛說他的源頭 就是寡這個字 所以他有分剖的意思 是 那說我們說別者分離也 從寡從刀 你看本來這些都從寡 對 從寡從刀 那皇陵詩說 這個宰刨是指這個廚師 宰刨是切割分別 這是分離的意思 那剖開之後的話 他就會離別 對 有骨肉分剖 隱生為一切的分離跟離別 是 比如說告別 或是久別重逢 那李喪寅的這個五體 我們以前讀書都讀過了 這個相見十男別一男 東風無力百蛙蟬 這個別是分別的意思 然後分別之後 他就形成各種類別 所以他就有類別的意思 種類 性別 國別 跟派別 那有類別之後 下一步你要做什麼 你就選擇 看你想要哪一種 所以他就有區別跟分辨的意思 你要哪一種 加以區別 比如說辨別或分門別類 那李道遠這個話 我覺得講得非常好 他說 他說 他說不遇盤根錯節 何以別利欺負 什麼意思啊 我們今天想要分辨一個東西 他到底好還是不好 怎麼辦 一定要把它放到最糟的清潔去測試 那如果說你今天沒有碰到盤根錯節的話 哪有辦法分辨說 哪一個東西是好的器具呢 要比較 哪把刀比較利 哪把刀比較利 是 然後再來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分下去的話 就分成兩半 一個一定是你主要你想要的 另外就是其他的 那就不是所謂正宗的 那就所謂的另外或是另外的 對 那韓語的這個以前我沒讀過 第十二欄文 提到說 齊靜以此而允其生乎 亦別有疾而自私乎 就是說 你今天你過世啊 你是因為這個疾病而死掉的呢 還是說你因為有別的病 而導致你過世 那這個別是另外的意思 老師老師 那別具用心的話 別就是特別跟格外的 那這個 那男性的這個旺矮草 提到說 白日空山啊 夜深青春啊 算矮別事淒涼 特別的淒涼 特別 對 所以跟別有用心一樣 對 好然後最後一個 就是你寫錯字 錯字就是正規字之外的錯字 就是你把字誤寫誤讀 所謂的別字 就是因為兩個字長得差不多 然後你寫錯了 那大家看得出這個話 哪裡有哪裡錯了嗎 他說啊 樣跟高 大人你念別了 其實應該是明月無樣 你把它讀成明月無高 是樣跟高 這個高是寫的跟別字 那個護寫的 所以剛剛那一題的那個 不是正規的就是這個意思 就另外的 另外的 所以四個答案都對 是 所以好厲害 他們選了不一樣答案就有同分 對 算是和平落幕和平收場 今天我們這個環保律史上 我們學了別對不對 剛剛我們講到 老師也給我們看寡了 對不對 分別來 分別為生 所以你看骨肉來分離了 寡跟寡有關係 一定要記得 然後我們今天還有 剛剛前面學了什麼呢 鮮 細細的 跟什麼微小顆粒就沒關係了 細細的嘛 長長的 那再來還有 歸跟什麼 歸 雖然意思很相近 再次老師讓我們看了古文字之後發現 一個是跟漩渦有關 一個跟軍隊有關係 對 這樣下次大家 認識這些字之後 就不會再用錯囉 沒錯 所以今天兩位表現還是算不錯 幫自己一個掌聲好不好 非常優秀的心而帶 當然我們也要一起先謝謝老師 今天教得特別好 謝謝蘇老師 也謝謝我們關西老師達琳 謝謝大家 今天出了考題第一回合 就讓他們拿到不及格 這是達琳的目的好不好 你果然是一個 有心機的女人 沒關係嘛 你後面大家表現得都還不錯 所以呢 今天特要感謝我們兩位 新二代來賓 謝謝志豪 謝謝英偉 下次再來玩喔 國民願之需之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那今天我覺得 我覺得最有讓我印象深刻的字 就是回這個字 原來回它不是口部 原來回它從早期的時候 就是一個漩渦 讓我知道說 原來這個字演變而來 是這個意思 讓我知道說回它的形音意的部分 不是我以前所想到的這個想法 原來回這個字有這麼多的含義 所以我覺得今天回這個字 對我的印象最深刻 我是對仙的其中一個用法 就是令色 這個詞意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然後也很欣賞古人會這樣用 像管子說 仙色神用 這樣子的用法 其實我們現代人比較少聽過 那我覺得這也就是文字 我們國文漢字的美感